9月9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明年是中西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 双方要秉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建交初心 双方要发挥好经贸混委会、科技联委会等平台作用 在人工智能、数字经济、新能源等高技术领域共促发展 实现互利共赢 希望西班牙继续为中国企业复兮投资新业 提供公正、公平、安全、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双方要坚持包容互建 加强语言教学、青年、文化、旅游等人文交流 促进人民有益 桑切斯转达费利佩六世国王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 西中有益远远留长 两国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不断发展深化伙伴关系 我此访期间 双方签署了绿色发展等领域多项合作协议 展现了双方合作的巨大潜力和光明前景 希望双方加强人文交流 深化经贸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合作 西方愿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环境 西中双方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捍卫多边主义 当今世界面临动荡冲突 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王毅参加上述会见